校园冷冷清清 明明是上课的时候 却看不到学生 原来因为手子化 让宜兰县蓝阳技术学院 决定从108年开始 停招六系 手子化不仅让学校受影响 周边投资型套房 更是被波及 来到大学最密集的桃园 学生成群 一栋栋崭新的透天 划下大楼 上面现在都挂着广告看板 套房里面干净舒适 空间也很大 还有阳台 原来这些都是被看好 可投资代售的手足套房 以大学周边最为密集 像是明春大学 附近就有1100平透天 共138间套房 开价8900万 中原大学还有华夏六楼 共62间套房 租求年收租 475万开价1.1亿 确实出售率变得多了一些 现在少子化的关系 可能大家对于 大学周边的收租产品 可能不是那么的看好 现在的学生 很要求那一些比较低租金的 没有办法复合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 那屋主就想要转售 比较2018年与去年 桃园新竹苗栗出售物件都有增加 合计涨幅33% 虽然今年释出的物件比去年增加了三成 但一般的投资者却变少了 那在今年来说 我们询问这样子物件的客户呢 真的是变少很多 由于少子化 学生要求又变高 还有许多老屋主无力经营想出售 让过去曾热门一时的出租投资型商品 也进入了脱手的高峰期 记者综合报道